各位板丘, 大家好, 又是我麥斯, 欢迎来到浪漫淘楼滑板工坊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产品评论, 今天要评论的版本就是121C Carbon Maralon Aaron 其实是法文来的, 中文你评论它就是飞机的副译 其实这段影片是为会踩街的人和121C的制作团队的 希望反映这段影片, 令到它的版本更加精益求精 头两分钟是为这些大忙人的, 我会用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去准备这块版本的特色 这块版本我叫它做Perfect Aaron, Perfect是为香港的 121C的版本全部都是用Aero Space Spray的carbon file做的 反显的好处就是它非常之轻, 而且它的强度, 硬度, 韌性都很足够 刀槍不入, 虽然官方都试过用来挡子弹 虽然是挡不到AK 47 部枪的7.62C很厉害, 但是挡什么0.22C, 0.38C 又或者拿刀砍它, 基本上是不入的, 它是水火不侵的, 但你拿火烧它, 我想你最多都是烧一张链链的 因为这块是Bandus版, 它是半价, 75 元美金而已, 只是平板而已 没有去原装那些车, 没有去原装那些车, 所以我做不到香港测试 它这块是一块CAMBER版, 吸震会做得比较好 试了几年之后, 我发觉它的设计都很适合 它有头尾的Kicktail, 头尾的Kicktail是比较柔细 尾的就弯一点, 尾的就弯一点 那说回这个Riding Experience 经过我自己的各样的实验, 左搭右搭的话 我自己测试完了, 这个80mm的Kicktail 再配这个Avenue Truck, 基本上就非常适合 你过的砖砖, 冷地, 基本上就和Lanasi 和Coyote,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踏上来就非常顺利 这个Kicktail, 我自己就比较适合一个直的Kicktail 就是弯的Kicktail, 我有时踏下去就觉得 控制的难度是会大了 但是前Kicktail, 我就非常赞赏 因为它这个Concad非常包脚 也不影响转弯的 由于这块板, 前后也有Kicktail 基本上你是可以拿这块板, Auli 虽然我Auli不可以, 但我都觉得 它是可以跳得高过其他板 因为它这块板本身是轻的 现在的全重是大概3.5kg 以这个尺寸再配合这个尺寸 其实是属于轻的 无论是Trux, Lope, 我自己加的灯, Skatewear 而且我做的那些沙子 亦都特别符合了我自己的要求 以及符合香港的路面状况 所以我这块呢, 我会称它为 就是这个Perfect Aileron 简短的conclusion就是 如果你很怕你这块板碰水 或者想上一块刀枪不入的板 我都很建议你去试一下 这些121C这些探纤版的 它应该可以长得比你个人更长 9楼扔下来, 相信那块板也不会有事 接着到真正的详细分析 又要听我... 再说那些东西 大概了几个礼拜 我对这块板的评价是什么呢? 从中文来说 捉到绿色脱角 这个厂商已经发现了这件好事 即是他们知道这件好事 但是他们没有将它尽量尽量发挥出来 由表面入手 如果你上观看 你会看到原本这些颜色的位置 那些砂纸其实是削掉了 留了一个洞 但是我用其他砂纸填裂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应该没有看我 那个Decoration 讲Grip Take的那一集 尤其是这个飞机的窗口 我踩第一天 就基本上已经踩坏了 它的位置 Grip Take 太幼太小 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是生存不到的 你的脚放上去踩 擦两个擦 基本上就会擦坏了 所以在它还没有很坏之前 我就自己拿回 其他Grip Take 填上去 起码就没有那么容易 弄坏其他位置 就是这块板和其他板有什么 很不同的特点呢? 就是它很薄 薄身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拿上手的时候 我很怕它戒手 因为它真的很薄 一般的滑板厚度是10cm 但是它的厚度只有6cm 因为我都是踩街的 有时候是会秤住一块板 到街上走 捉住这么薄的东西 又有那么多重量 其实也有点难度 另外另一样东西就是 碳纤板烹在地上 或者烹在任何东西 它的声音就好像尼波罗那些 那个声音就令到我很惊恐 我经常觉得 哎呦,我是不是打烂 是不是打烂这碟 打烂这碟 所以 为了解决这个薄身 和它这个声音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做了 做了头尾的Skip Play 做了Skip Play之后 我加上一些枕手位 斜位 口里也加了 我秤住一块板的时候 很厉害 很多了 即是容易很多 不用担心扇手 那些东西 还有它改装的难度上 就是由于它是用一个炭纤维 很难再加工上螺丝 所以我就要用一些工业级的胶水 才可以黏到这些上去 但是设计上 我有点不太喜欢的地方 就是 因为我经常 踩个Kicktail去修板 但是 那一块板一发上来 这个角位 就经常叮到手 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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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了几个位 如果像其他公司那样 用一个 WILL FAIRS去处理 我相信是会比较好些 而且这个碳纤维板 由于重量很轻的关系 它的质量其实不高 反而在我测试的时候 测试最先 我是用Hex的BIGGYS 73mm的套路 用这个套路的时候 很有趣 这块板的重量 不足以带动这个套路 因为我一推动的时候 就像一个小孩 拖着一个大人 那样 你是要很努力去拖这个套路 但是 当你拖动的时候 也很容易感受到 这个套路是拖着你 那块板的 这个套路在香港拆解 非常好的 非常稳定 但是你推动的时候 就真的 比较吃力 因为两个的质量 差距太大了 我亦都有试 这个Sharkviews 就像原装那样 因为它原装 都是用70mm的Sharkviews 我用Sharkviews 的感觉 其实是比较差的 因为 这个Sharkviews 比你来说 就比较轻 轻板配轻轻 基本上 它那个 kinecting energy 那个momentum 也都比较低 那 在美国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轻板是一件好事 但是 你在香港 在香港 在街上 有些路 有些路 很凹 很凹 当你过度盲砖 滑过一些障碍 你的动能 就损失得很快 而且 Sharkviews 和 碳纤板 都比较硬 过一些凹的路 是可以看到 很凹 所以 我亦都放弃了 用Sharkviews 去配合 哪些路是最适合的呢 这个 我这支 就是 Orega Tank Gitale 80mm 我发觉 这支路的重量 和尺寸 最配合到 香港这些凹凸的路面 我明白的 美国的路 就没有那么凹凸的 原装推介的Sharkviews 骨 不能够香港 这些我觉得非战之罪 就不关我寻商事的 那是香港老的问题 那 Trucks Trucks 我自己试过了 我现在就 用这个Avenue Trucks 你看到它的 Suspension 做得比较好 亦都配合 亦都做一个 减震的作量 亦都配合 高火技的版 还有 亦都加了这个Skid Rail 它是有这个Additional Decoration 由于我很多时候 晚上会踩 我会做一个 我自己做一个 会着燈的Skid Rail 给它 这也是解决了 这个 刑板 线手的问题 加到这个Skid Rail 之后 我 抽一块板 就算它很薄 也不会担心这个 线手的问题 当然 猫猫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就配合高科技的滑板 无论是这个Trux 车 我自己加的灯 Skid Rail 和我做的那些沙子 亦都特别是符合了 我自己的要求 和符合香港的路面状况 所以我这块 我会称它为 Perfect Aileron 以上就是我对 Aileron 的提议 希望121 Carbon 的大佬们 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很支持 在这个科技 在这个材料上 帮这个滑板更进一步 我亦都觉得 这个碳线是很适合来做滑板 但是很明显 这个滑板真的未是尽善尽美的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 作为一个DIY的EFUESTIC 我都希望 可以踩到一些更加完美的滑板 更加完美的碳线板 关于这个Avenue Truck 和这个Skid Rail 灯 我会另外再拍片再说 请各位分享 好了 今集Aileron 的review 就是这么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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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